推著笨重的工具 今年二度就業清潔人員的張先生 對心血的落差最有感 而有些軍公教人員 因為退休的早 重新進入新的職場後 在心血上也感受到明顯差距 我也是二度就業 目前來講我原本的新租 跟現在的新租 差不多五六千左右 重新到了這個社會之後 我原先的資歷 或者是我的專長 跟現在新的社會 是沒有辦法結合 導致變成說 我們現在是重新開始 那當然是一定有一定的落差 勞動部對20162017年間 領取失業給付的勞工 進行問卷調查 以整體來看 失業前與在就業的平均差距 約減少1608元 15到35歲屬於正成長 多了400到700元 但35到45歲的年齡層 卻減少了1938元 45歲以上的中高年齡層 更是減少了4942元 將近5000元之多 另外失業勞工重返職場的周期 整體平均為20周 也就是五個月 15到45歲以內的空窗周期 也都在20周以內 但45歲以上的在就業勞工 卻多了四周 將近六個月之多 在45歲之後 其實對於自己人生的規劃 或適應度 也相當自覺的了解 所以他只要去一個新的工作 也許一天 也許兩天三天 他又覺得說 這個工作 他可能不能長久的升任 所以他就會在職場閃退 在工作三天之內 就會覺得不適應 然後再找下一個工作 統計也指出 勞工年齡越大 越難重返職場 找工作未被入用者多打七成 人力重計業者就表示 有些雇主考量到 中高年齡層的體力 甚至是需要學習新科技的行業 都會對年齡有所顧慮 間接提高中高年齡層 重返職場的周期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